有两件事,我到现在还是会笑到肚子痛,一个是看范伟奇当年还在新人训练时,上舞蹈课程的录影带,另一件也跟他有关,我们曾经为了要不要接拍一套大陆剧,两个人趴在满是灰尘的地上去挖掉在电视柜下捕挂的钱币。 讲到唱歌,范范绝对没有问题,她是个拥有绝对阴感的人。但是说到演戏,跳舞,那就是她的弱像。 她当初上舞蹈课的录影带,到现在都还是我抒压的妙方,你看到一个手长脚长的女生,四肢不是很协调,动作也缺乏律动感,跳起舞来真的太太太好笑。 从2000年后,大部分事业的结合都会以戏剧为主,所以我也让范范拍了《爱情白皮书》,后来又接拍了朱德雍漫画改编的录剧《醋溜足》。 她要在大陆拍三个月的戏,我们一直很挣扎要不要去,后来干脆交给老天来决定。 于是我们两人在我办公室房间丢钱币补挂,结果钱币滚到电视柜下方。 延伸阅读 并且明天见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